现在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很大的一个程度上 就是他在很多视野被局限了 为什么局限了 就是他看到这些媒体 他看到这些报道 都是很负面的东西 所以他对大陆有一种担心 包括这次的最典型的人 就是这次台湾一个命对讲的 大陆的高铁没有靠位是吧 真的有很多老百姓相信的 还有一个我想特别强调的 现在我觉得对两岸年轻交流来说 怎么样给台湾年轻人提供更多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为什么呢 很多台湾年轻人到大陆来跟大陆年轻人交往 有感觉大多年轻人都这么有竞争力 他有点担心怎么样 让他能够融入到这个过程当中 我首先提到一点 就是他毕竟离开他夫妻的环境了 到达了新的环境的发展 那我们怎么样培育 或者说引导这种环境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融合发展它是多方面的 我们要提供不同的平台 提供更充分的信息 同样提供更好的环境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未来两岸的年轻人的交流 或者说两岸的发展 才会以更好的速度往前推进 感谢观看